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 檢討今天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當然這個孟豪哥 今天石頭哥應該改成 檢討今天前進明年 因為今天是臺北股市最後一個交易日 封關 而且不只封關 今年是臺北股市非常豐收的一年 我們看這個周 周縣 今天盤中又創歷史新高 一八二九一 周縣漲了兩百五十七點 非常的漂亮 那剛好也是說月縣 月縣漲了七百九十一點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再看一下難得季縣的部分 一根代表這個一季 季縣漲了 第四季漲了一千兩百八十四點 那這還沒有什麼最可怕的是 來 我們看今年的年縣 就一根代表 一根年縣 三千四百八十六點 各位觀眾 而且連續三年都大漲 所以今天有報紙算到說 平均臺北股市的股民 一個人大概要賺一百萬 因為今年臺北股市市值增加了11.5兆 所以這麼豐收的一年 我們馬上進入到我們的這個圖卡 虎年即將來臨對不對 孟豪哥 我們看一下虎年你要幫大家形容這個行情 我們看字卡的部分 這個虎年的吉祥話 你認為虎年 就是二零二年的行情 來形容一下 一句話 這個我的註解是不入虎蟹 焉得虎子 代表波動可能會很大 肯定波動很大的 好 那我們現場有這個美女分析師 對 代表國票 一句話來形容明年的虎年行情 虎虎身風 虎虎身風 那就是中性偏多好不好 好 那當然講台股之前 我們還是看一下美股好了 因為美股是這一波的領頭羊 這位是誰 華爾街的大多頭非常有名 大家有空去Google一下 我們時間不夠 他說明年美股的行情 二零二年 標普指數將持續上漲 突破五千 標普現在收盤價大約是四千八百點 代表認為短線上還有高點 會破五千 但重點是在這裡 一旦FED開始升息之後 就是升息循環來之後 標普下半年會回檔修正 回檔修正多長不知道 但重點 年底還會再回到五千點 就是你剛剛講的 不入虎穴淵的鬍子 上下波動都很大 沒錯 其實美股明年 一定也是一個震盪行情 因為你還記得上一次升息 在2015年年底 當時升息的時候 美股也是先跌一段 跌了一段之後再往上升 所以這一次非常有可能在 美國聯準會升息的時候 美股跌一段之後再往上走高 至於說美國聯準會到底什麼時候升息 這個是一個現在市場的大問號 有人說三月 有人說五月 有人說六月 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在第二季會升息 所以說第二季應該震盪的幅度會比較大 好 那我們先看孟哥帶的字卡 對 好 那基本上我們先來講一下現階段 大家可以剛剛講的是明年 明年的股市的行情 可以講說是我剛剛註解 就不入虎穴的鬍子 為什麼 因為明年看起來是有風險 但是也有非常好的利潤 所以說你要抓住利潤的話 你就要敢於冒險 對 像他剛剛講的 如果先跌下去的話 跌下去一大段也是行情 然後彈起來一大段也是行情 沒錯 但是跌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很劇烈的下跌 可能要懂得避開 對 第一個要避開 第二個到時候你不要 這個又很緊張了 就想說完了要進入到熊市的 又空頭了 事實上應該不會 我們認為明年應該是修正 而不是走空的行情 好 那現階段 我們回到這個可能第一 這個一月份的行情 我認為現階段股市主要是觀察的方向 第一個 美股毫無疑問已經回復多方走勢 那個股表現的一個行情 那全資股也有動 像台積電也來到了610塊以上 所以全資股有動 但是他動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所以還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他表現的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還是一個個股行情 那基本上疫情的部分雖然增溫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單日新增確診人數超過50萬人 這個數字非常驚恐 嚇死人了 所以說對金融市場 目前看起來 這個疫情增溫 好像沒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畢竟美股還在回復多方走勢 但是對經濟的影響 後續我認為還是有待觀察 因為一旦如果大幅度的這個 因為確診的人數太過高 缺工的話 那多少還會影響GDP 那另外最後就是通膨跟升息議題 還沒有一個新的發展 但是市場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目前正處在一個 聯準會開會的空窗期 所以說我覺得這些議題 中長線會影響股市 但是因為空窗期的關係 而且市場已經Price in了 所以說為什麼最近的行情往上升 最主要原因在這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美股的部分 這個道瓊繼續創立史新高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它是連六紅 先前連三跌 大家很緊張對不對 這波下跌更緊張 因為這波下跌的時候 道瓊已經觸及到差不多200日均線 所以說跌下去拉上來再跌一波 原本這連三跌 大家以為說可能要破底 沒有 連續六根拉上去 想都沒想到 真的 對 所以這顯見就是說 美股仍然是一個多方行進的架構 沒有改變 雖然在這個地方比較大的波動 但是逢低買進應該還是一個策略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這個FanBand的歷史數 FanBand的歷史數也創新高了 它是最早創歷史新高的 對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它壓回的幅度更小 所以可見半導體 仍然是主流的一個引領大盤的一個族群 明年的主流半導體應該不會缺席 絕對不會缺席 尤其半導體是台股裡面 這個市值佔權重最大的一個族群 如果缺席的話台股就沒行情了 是的 所以我認為半導體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觀察的方向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那蘋果股價也在最近這兩天 首次收盤 佔上的這個180塊錢美金 創歷史新高收盤 因為蘋果先前這根黑K棒很長 你可以看到它盤中來到182的歷史高點 之後收盤沒收在這個高位 所以打下去整理到這個月線之後拉上來 它這個這一波它是收在一百 曾經有收在180塊之上 所以可見蘋果這一波的多頭走勢還沒有結束 所以這個蘋果也是木華哥長期看好的標的之一 因為現在目前美股就很明顯 集中在一些巨頭股上面 所以資金都擁抱這些 這個市值上兆美元的這個個股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如果投資美股 你也沒得選擇 你只能擁抱這些巨頭股 而且全球的投資者買那麼多ETF ETF都是去買這些全資股 這也是一股助力在裡面 沒錯 那我們剛剛講說這個量小法人好控盤 大家可以看到外資到這個封關前的一個交易率 各位可以看到它連續七個交易買超 這很難得 很難得 今年很少這種連續買超 而且買超金額很大800多億 800多億它今年全年賣多少 各位可以看到它今年全年 它賣超的金額 4000多億這裡 對 4000多億 等於說它已經回補了快1000億股票回來 因為它原先最多是賣了5000億 所以外資這一波的回補是很積極的 所以說在外資的強力買盤之下 台股推升上去 另外投信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最近在連買之後 它有轉為小幅賣超的情況 那自營商也是連五買 買超46億 所以三大法人在過去的這一個段時間 其實一週多來它買超的將近1000億 1000億 那我們還可以看到 其實最近各位看到 從兩天到三天到五天到十天 基本上法人整體都是紅的 紅的就是買超 對 基本上都是大體上買超 如果以十個交易來看 它買超了800多億 五個交易是700多億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年來 三大法人合計還是賣了4000多億 最主要是一個外資的賣超 但是投信今年是買了700多億 非常的認真 對 投信是這個最近這一波行情的 所謂的喊盤者 最主要是內資在投信的一個控股之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上櫃的部分 到這個封關前一個交易 各位可以看到上櫃 其實法人也開始轉為買超了 所以我們看到先前法人 在上櫃有一些調節之後 買盤又回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十個交易裡面來看的話 整體三大法人在上櫃 是買超45億 那你看到今年以來 三大法人是賣超127億 最主要還是這個外資賣超 那外資賣了將近500億 但是 你看投信又是你 對 投信買了300多億 然後自營商他也買了50幾億 所以這個上櫃 其實三大法人在大體上打平 這個小賣1100多億 其實基本上外資的賣盤 可以被這個投信跟自營商消化 所以為什麼一般來講 內資比較去琢磨在上櫃股票 最主要原因是 外資是比較容易去對抗 在上市的部分 外資的賣壓比較不容易對抗 對 不過大家比較開心就是說 因為外資之前都是賣超 對 那現在最後幾個假日 連續買超 會不會明年 搞不好外資有機會回流 會 因為基本上看起來 聖誕老公共行情不錯 所以元月行情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聯準會在一月底要開會 所以說還是會有一些 在一月底那時候變化 再加上那時候台股要封關了 封這個所謂牛年封關 我覺得封關休假的天數比原炭更長 所以那時候我們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賣壓 所以外資的回流是好事 但是大家開心到一月份就好了 不要假設說它明年一整年都會回流 不一定 因為FED升息 美元走強 資產可能會回流到美國市場去 對 基本上我認為明年外資 要恢復對台股的大幅買超不容易 我覺得它這只是一個 波段性的買超的策略而已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明年台股整體的股息 會高達兩兆多 那外資又佔台股大概四成的比重 所以兩兆多等於說外資明年 光是股息可以配到一兆 那外資只要明年 他把這個一兆的股息賣掉 錢匯出去 那就潛在有一兆的賣壓了 所以說不可小覷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就因為他其實股票太多 他其實並不是說他要大賣台股 他只是把這個他配到了席的這個股票賣掉而已 所以他總是要把一些錢匯到 匯回那個原始投資地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明年的一個升息的步調 會是怎麼樣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升息的時候 會有一個陣痛 大家可以看到高盛預估 這個整個Time table已經出來了 三月結束對不對 對 三月結束QE 3月結束QE QE結束之後 他預估在這個明年 要升息的就是這個 3月6月9月369 這三個月份 這個聯準會的議席會議會決定升息 那同時明年第四季會做縮表的動作 這是非常的鷹派 對不對 3月就開始升息 這等於是無縫接軌 無縫接軌 這個跟聯準會的 這個有一位理事 他的看法是完全一樣 所以市場也偏向這樣子一個 開始慢慢偏向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我們也得注意 如果說升息提前到明年3月的話 也許股市的這個大震盪會先出現在今年 明年第一季也不無可能 那再加上年底第四季要出現一個 所謂的計升息 然後又縮表 這個從價從量的一個資金緊縮的話 那我覺得明年底的這個股市的壓力 可能會稍微又再大一點 聽起來越來越像你講的 不入虎穴淵得虎抖動會很大 對 但是這個也是告訴我們一個機會 跌下去你才有低點可以買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美股這次的走勢蠻分化的 就是說個股表現很明顯 譬如說納薩克300指數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在200日均線之上的這個比率 剩多少 只有這個40% 換言之60%的股票都跌破200日均線 你看以前的話其實是差不多的 是正相關 正相關 但這是很大的一個乖離 很大乖離代表什麼 代表美股這次的推升他是有少數個股 那種重量級全值股推升 比如我舉個例子 以標準普通500指數為例 我們可以看下一頁 他也是一樣這樣的狀況 標普創歷史新高對不對 今年將近70次收盤創歷史新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創新高 52週新高的個股是越來越少 這麼低 沒錯 所以說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背離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美股的結構面在改變 我們這樣講好了 這個現在美股第一大權重股 如果以標準普通500指數來講的話 是蘋果 他佔權重7% 大天你知道10年前 標準普通500指數的第一大權重股是誰 應該是石油類股是不是 對 是艾克森 美股石油 他佔的權重也不過就3% 他已經是第一大權重股 3%就是第一大 現在是蘋果7% 所以說標準普通500指數前五大的權重股 總共佔標普的權重23%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些個股就是影響整個美股大盤 所以這個標普500裡面的成分股 權重這個懸殊比例就跟貧富差距一樣 有錢越來越有錢 窮越來越窮 對 蘋果市都3兆 微軟市都2.4兆 但是很多股票是反向大跌的 美國一些像木頭解頭的一些成長型的股票 今年都是反向大跌 那臺股有沒有這麼大的問題 沒有 臺股相對比較好一點 比較健康一點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加權值在創高的過程中 我們這邊有兩個線圖 這個Highstock他所提出來的一個統計數字 各位可以看到紅色是多頭排列 這個綠色是空頭排列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多頭排列跟空頭排列的加速 還是呈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多頭排列 多於空頭排列的情況 短均多頭排列的比空頭多 那長期均線多頭排列的也比較多 對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出現黃金交叉的時候 正好是臺股的一個波段上升的地方 是的 那所以說大家有發現就是說 這兩個這個所謂排列的一個組合 可以我們作為一個波段參考 反正他還沒有死亡交叉之前 代表臺股短線還是有行情 沒錯 因為多頭比空頭的多 對 多頭 現在目前的多頭股票 這個現行呈現多頭的還是多 那最後我們做一個結論 那我認為大盤沒爆量反而安全 所以你一旦看到這個元旦開紅盤之後 如果爆大量 三千五百億四千億的量 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這個禮拜的量說是因為長價效應 那我相信其實元旦回來之後 量能肯定會變多 肯定會變多 那個法人歸對 那這樣子如果大量的話 混水好墨魚的話 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 有一些漲多的股票可能會趁機出貨 所以說我覺得沒有爆量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爆量反而是問題 那聯準會一月底議席會 因為他是在一月二十六號 議席會議之前 這個升息議題沒有太大變化 所以應該也不用太擔心 這個所謂宏觀經濟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迎接元月行情 這是OK的 對 這是OK的 美股過去二十年來 但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一月的漲跟跌 就是說全月上漲跟全月下跌 大概是各半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美股的一月行情 在過去歷史上並不是這麼好 上漲跟下跌的機率各半 所以我們對於一月的行情 雖然說迎接元月行情 台股有元月行情 但美股的一月又不一定會上漲 對 所以說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我比較傾向上半月是會比較好一點 下半月我們稍微再注意一點 好 那就是上個禮拜 V怪課講的 你這個短線可能可以開心到 一月中旬 因為剛好一月的 一月十號之前要公佈十二月營收 十二月營收可能還不錯 好不好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一樣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CG 要請教我們的美女分析師 到底她認不認同 我們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個階段要請教我們的美女組長 周婉穎分析師 嗨 大K 你好 為什麼叫美女組長 去看上個禮拜節目就知道 我們留個伏筆 好 這個接下來對行情的看法 我們這邊小編幫大家整理了 這是統計的包括本土跟外資的 投信投顧的看法 明年的行情大家認為是 大箱型比較多 上漲大概是一萬九 低點大概是一萬六四 大家普遍的共識 你看 一萬八到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九 大概五成的人認為是壓力區 支撐區是一萬六到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九 超過五成的法人看法 至於高低點 低劑可能就見高點 35%的法人認為低劑見高點 什麼時候見低點 在第三劑 這樣聽起來 今天台北股市收在相對高檔 盤中唱歷史新高 所以代表明年第一劑還是先往上衝 但是之後可能會往下掉 掉到第三劑 不知道婉穎你們的看法如何 我們等一下就會告訴大家我們的觀點 是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進到新的一年 我們要看一下基本面 那這個行政主計處 他其實就有預估 今年的GDP是六點零九 但是我看到明年 雖然一樣全球經濟呈現 一個復蘇的情況 但是因為在高通膨的影響 再加上今年是一個比較高的一個基期 所以明年看起來是有小幅 衰退到四點一五 那看到這邊 今年都很漂亮 但明年都是往下掉 都是衰退 都是一個往下掉的狀況 那我們再來看各季度的一個數字 各季度數字也是一樣 今年上半年也是一個比較高的基期 到下半年 今年第一季 就掉下來了 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那時候華為也很緊張 囤了很多晶片 有沒有 那時候開始拉了很多貨 所以去年下半年的基期很高 再加上今年六月份 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中國還限電限產 有沒有 能耗雙控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中國 各位臺灣來講有什麼意義呢 中國因為有跟臺灣進口了很多的一個 半成品的一個電子元件 他是一個臺灣很重要的一個進口大國 所以在經過這樣子的能耗雙控管制之下 中國的一個經濟放緩 也連帶拖累臺灣這邊出口的力道 也變少了 所以說這邊就掉下來 但重點是明年第一劑在這邊 第一劑在這裡 所以明年第一劑是往下掉 明年第一劑又小幅的往下掉 第二劑第三劑才慢慢爬升 再慢慢又回來 那主要看到原因是 今年第一劑因為歐美國家疫情減緩 這個劑其實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說這邊相對這樣子的高劑期 這邊成長率就看起來少一點 但是不要慶 還有一些好的在後面 至少還是正成長 還是正成長 是的 那其實我們看到的比較大挑戰 就是在這個第二劑的一個 第二劑的一個時候 為什麼是說第二劑的時候 因為今年十二月中的時候 FOMC那時候有說 今年的利率定調在零到零點 這個二五 二五%之間 那這個接下來要進行收水 那怎麼樣收水 那一月份的時候 會收大概六百億的美金 二月份會收三百億美金 三月份的時候 可能就結束了QE 那到底真正升息是什麼時候 那根據這個CNF的利率期貨 他們有指出今年升息的時候 可能是在五月份的時候 明年的五月 第二劑就要升息 對 就是在明年第二劑的時候 那如果是第二劑的時候升息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時候可能公債值利率就會往上走了 那美元指數就會轉強 那這時候可能這個股市裡面的這個資金 會往美元資產跑 就往美元去走 就從新興市場就撤出去 所以那時候這個挑戰 我們認為說是第二劑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好 所以明年這個第二劑 開始升息循環之後 對於全球資金市場的緊縮 會開始出現影響 沒錯沒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再來看一下產業上的一個細分 我們有把這個產業分成電子跟傳產來看的話 那我們來看 到底明年要佈局電子 還是佈局傳產比較好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其實有去拆分這個營收 上面這個是營收的表 下面這個是淨利的表 那我們其實都是看這個YOY 就是這個年增長的一個狀況 那明年看起來 因為傳產留意到這兩年 其實因為中國去美化 又加上這個疫情 這個塞港缺貴的這些因素影響 那這個原物料這兩年都大漲 那炸漲的情況之下導致說 這個去年是一個很高的基期 是 成長你看這麼多 這麼高的一個基期 今年就相對於這個高基期 就會掉下來 傳產的基期都很高 沒有兩百多 兩百八十幾趴 兩百五十幾趴 所以今年年增率一二四季都是負的 對 四季都是負的 換句話說明年可能不太需要投資傳產 或是比重要降低對不對 對 比重可能是稍微降低 因為四季都是負的 反倒是電子 對 電子這邊 主要是因為這個 AIR 5G HPC 這些都是持續的 他會推升半導體的一個成長 那我們看到機能代工 IC封測 或是這個設備 乃至於這些讓細晶圓 其實他們都會再推升 這個半導體產業的成長 我們看到電子的推升 大概是雙位數的成長 這是我們預估的一個結果 所以明年的投資主權力 還是電子優於傳產 好不好 大家把結論記一下 好 那我們如果再看到現在的這個台股的位階在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這邊有看到這個PE就是這個本益比的一個區間 我們看到就呼應剛剛提到GDP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基本面來講明年看起來複蘇力道還是稍微放緩 那所以說其實就是目前來講的話 過去的十年 我們看過去的十年 台股大概都是在這個 這個十二倍到二十倍的之間 藍色線是本益比的 高 高遠 然後橘色線是本益比的低遠 如果現在不是說很貴的話 那接下來再看這個營收獲利的狀況 看到台股加全指數 我們看到營收成長的狀況 大概是大概是從這個五點三Percent 掉到明年是四點七Percent 那獲利的部分也是稍微掉下來沒有錯 不過看到營收部分還是有一些成長的力道 所以總體來講 營收獲利增數雖然是略微降溫 但是股價位階還是沒有很高 那我們再繼續看 往下看看 好 這個是 你們好認真 整理的這麼多力多 是 我們再來如果要續細分 因為明年等很擔心的是 第二季升息的時候 所以我們如果猜細一點 我們看這邊是 這個是每個月份的狀況 今年11月12月 然後1月2月 1月2月 對 那1月份其實有一些好消息 大家可以想不想聽好消息 當然想 大家都想知道 好消息就是說這個很快的 其實1月5號要登場 這個CES展在拉斯維加市 那其實會展出很多像太空科技 電動車這些最新的 新的產品 新的技術 那這些會帶動我們臺股一些 具有這些利基型成長股的一些成長 會有新的題材 沒錯 然後另外就是說這個目前看起來 這個疫苗覆蓋率慢慢提升了 所以說其實比較少聽到像是疫情 這又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農曆春節前這個時候收水也沒有收得很嚴重 所以資金還是很活絡 所以那另外再加上2月的時候又有什麼展 NWC 這個對電子產業也很重要 在NWC展其實這個台廠 這個國外大廠都會去展出一些比較新的一些科技 所以這個時候會緊接著就是三星 或者是其他Android手機 他們會推出新品了 這個時候會帶動電子股的上漲 那有利多 可能也有利 也有利空是不是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利多 不要忘了 1月13號台積電要開發梭拉 是 是 到時候如果他有釋出一些正面展望的話 那對半導體族群 可能又是一個好消息 那有正面也有反面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利空 大家不喜歡利空 我們就講少一點 利空的部分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在春節期間 因為大家又群聚 所以疫情可能還是有升溫 所以這邊要注意有沒有一些負面的訊息 再來就是這個QE還是會持續的一個退場 所以說還是要留意說有沒有資金流出的一個疑慮 那大致上來講負面倒是沒有太嚴重 但大家都清楚 就是通膨這些 好 那我們最後看一下這個總結 對 國票的總結 你們認為區間是一萬六到一萬八千六 是 我們的看法是一萬六到一萬八千六 主要其實注意的就還是在第二季這邊的景氣 進行一個降溫 那因為那時候加息的預期是比較濃 所以說在美元指數轉強的時候 可能資金會流到美國去 所以這時候可能要稍微注意 但基本上這個資金成本 因為現在還是相對的 相對的廉價疫情的影響 我們認為會降低 所以說整個指數上看 還是有到一萬八千六 好 非常謝謝這個婉儀 對於盤勢的一個分析 不過接下來的選股邏輯 明年選股邏輯怎麼看呢 因為我們小編一樣統計這是綜合所有投信投股的看法 交叉比對之後發覺碳中和半導體 5G網通傳產消費跟金融股 好像都有一些法人覺得不錯的 那你們這個國票覺得哪一些族群可以適合做留意 我們等一下就要專出兩個族群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我們先第一個是散熱 散熱 接下來這個講的這個散熱族群是今年呢 其實這個是隨事連連 那這個隨事連連怎麼說呢 因為他今年不僅是缺工缺料 中國限電限產 或者是這個原物料上漲 這什麼樣的壞消息都有他 那到底為什麼要說他呢 因為就是因為他的壞消息很多 所以上半年的這個股價機期是很低的 那其實明年還是有一些新的成長契機 所以我們來推薦 比如說全球伺服器出貨量 也是穩定成長 逐年穩定成長 其實就是像一些新的一些大科技巨頭 像是FB Microsoft 他們明年還是會建很多的資料中心 所以伺服器明年出貨量 我們預計會成長接近5個percent 還有這個元宇宙也需要 元宇宙也需要 非常多的資料中心跟伺服器的需求 我們來看這一頁 剛剛有提到說這個伺服器出貨量是成長 那這樣有什麼樣的影響 跟散熱有什麼關係 就是他每次的更新換代 像是Whitley相對於前一代 還有EagleStream相對於前一代 我們看到這個功耗都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這個數字一直在變大 原因是因為這個CPU 他要處理運算的數據太多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他會產生很多的功耗 那他會散發出很多的熱能 繼續需要把它導出去 那這個時候在這個做散熱的風扇 他都必須更改他的設計 要不然如果CPU太熱的話 他的效能會降低對不對 效能降低 而且可能電子元件會壞掉 所以散熱非常的重要 散熱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這個時候 他就是會必須推出新的規格 這會帶動營運動能往上走 另外這邊看到的是 我去基地台 我去基地台 其實現在萬物聯網來說的話 像是路由器 還有這個Switch 其實都必須提升他的一個規格 那現在主流是一百一百G 數據中心現在主流一百G 那時候導向四百G來講的話 這個風扇的整個價格會往上走 這對散熱也是一個很好的 價格也會調漲 價格會調漲 是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第三個就是說 剛剛除了五G基地台 又剛剛講到伺服器 再來第三個汽車 電動車現在滲透率越來越高了 那其實這個汽車的電子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座椅 還有中控 汽車會用到的散熱風扇 或是散熱模組 這麼多 這麼多 像這個座椅中控或是電池 全部都要散熱的這個風扇 現在很多的高檔的座椅 不是都有這個什麼通風 加熱等等的 都需要用到 那他這個因為這個散熱風扇 因為上半年 因為車用IC缺料缺很嚴重 所以業務成長很緩慢 下半年這邊的話 因為這個缺料有減緩一點 所以這邊看起來 有機會明年大幅的成長 好 那相關的個股 我們讓大家參考一下 相關個股我們是看到說 像雙紅今年五月就有產出來 說IC缺料減緩 那之後有上漲了25%的股價 我們認為說二十二億的見準 有機會跟上這個行情 主要原因是他之前因為這個 他之前因為產能 他沒有辦法開出 他在換場的過程當中 就是出現一點問題 那現在終於能夠開出產能 第四季有機會這個營運往上走的時候 股價有機會跟著反應 好 這個是散熱的相關範例給大家做參考 另外一個族群 另外族群就是冬天來了 為什麼要穿大衣了 要穿大衣的時候 紡織成衣有機會這個受惠了 是 我們來看一下 有庫存回補的需求 庫存回補需求是說 其實這兩年來講疫情的關係 現在美國的這個美國人很少出來 那其實也很少這個 災港缺貴的因素 這個衣服也沒辦法去交貨 所以說零售長像 像是GAP 或是Under Armour 他們的庫存都下降到 下降到一個近年來的低點 所以他們庫存相對低就對了 所以後續會開始回補庫存 會回補庫存 我們看到這個圖就是 意思是說 陳一庫存每次水準在低的時候 對台廠拉貨就變多了 他是呈現一個反向的 所以現在的庫存水位 再低的水位代表 紡織成衣廠可能要拉貨 藍色的話代表成衣廠庫存 你看庫存之前很低 開始拉貨之後 臺灣廠的營收就起來了 就是這個邏輯 就是這個邏輯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我們就看到說 其實除了剛剛那個回補庫存之外 其實現在講究這個健康 還有講究這個環保 其實現在這個這個衣服 就除了說能夠穿得舒適之外 還要能夠排汗 還要講究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材質要通風等等 現在都講什麼機能衣 機能衣 那他的一個材質要做 要做一個設計的變更的話 他的單價就會來得比較高 這時候就會推升這個紡織成一場 他的一個毛利率的表現 這是兩大龍頭 如虹跟巨陽 其實今年我們看到這個 如虹的成長動能也相當不錯 他今年營收累計成長 也是有雙位數的成長 那其實在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沒有印象 越南越南之前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整個沒有辦法 整個工廠是封起來 沒有辦法製造成一 那現在十一月開始 慢慢越南開始復工了 所以所以十一十二月 慢慢那個產能開出來 對他的營收是有幫助的 那另外就是他們的大客戶 像Nike Lulunayman 這些Undama 他們的一個庫存息水位都很低 那這兩檔哪一檔比較好 因為長得好像 現行幾乎一模一樣 現行幾乎一模一樣 但老大的話就是如虎 老大是如虎 老二的話就是巨陽 其實這兩家來講 他們其實都有受惠在這個趨勢 好的 非常謝謝這個美女組長 婉營分析師帶來的這個選股 散熱跟誠意讓大家做參考 下一個階段我們要請教到我們的 唇骨大師華文老師要教大家 唇骨要注意哪一個指標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段的教學單元 我們特別要請教到我們的 唇骨大師華文老師 老師今天特別帥 今天沒有戴口罩對不對 今天有刮鬍子 平常都沒有刮 是不是 平常沒有刮 就要遮醜一下 今天沒有刮鬍子 想說不用戴口罩 終於一睹大師的真面目 老師這一段的教學 要教學大家什麼 很重要 大家要認真聽 因為一般我們在買股票 或是買基金的時候 通常有一些指標可以做參考 譬如說 這是國泰世華銀行的網站 大家可以去看 你要買基金或買股票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指標讓你做參考 那一般的指標大概分這四種 譬如說 報酬率 年化標準差 β值 下幅指標 頭已經有點暈了對不對 到底這些是什麼東西 到底怎麼使用 今天華文老師特別花一點時間 來教大家 先從哪一個指標教大家 我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報告一下β值 這還算滿簡單的 不會太困難 β值怎麼使用 我們開始今天的教學 對 像我們存股 那可能要做一下投資組合 對 有些股票它上下波動很大 那我們存股抱不住 那還彈何存股呢 對不對 像我就舉這兩個例子 好 像今年五月不是三級警戒嗎 還滿嚴重的 那時候快要封城 我們台灣快要封城 差一點點 對 那時候五月的時候 有一個股票 它說679 跌到五月三級警戒的時候 這跌幅算重 跌超過25% 對 這樣你抱得住嗎 25% 觀眾朋友你很想知道 這是哪一檔股票 應該知道吧 679這個數字有沒有 大家應該都記得 那這一支 它一樣五月三級警戒 只跌2.5% 好像就沒有什麼動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存股 是這兩種股票都有 都有 有些股票波動比較大 但是我心臟也沒這麼大 可是現在年紀越來越大了 對啊 就是碰到一些事情 跌28 30% 可能也會心臟病 所以我會搭配一些 這個叫beta值比較小的 波動性比較不大的股票 所以beta值是用來測量 一檔股票的波動性 理解 是 那這什麼股票 這個一定是 戶國神聖台積電 今年最高點679 這個就比較難了 這個也是電 也是電 這個中華電 中華電系 都不動 比較不動 是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什麼叫beta值 剛剛那個大K已經講過了 就是來衡量一個證券或一個投資組合 跟大盤的相對波動性的評估工具 如果是一個股票的話 那就是這個股票跟大盤 我們大盤加權指數的 連動的程度 那大概beta值大概0到2之間 0到2 就是說大盤 假設漲2% 那這個股票 如果也漲2% 它的beta就是 就是跟它一樣 就是1 就是1就跟它一樣 假設它比大盤還要會漲 那也會跌 beta值比較大 那有些像大盤 大盤如果漲1% 這樣股票漲2% 它的beta值就是2 對 那比如說大盤有些漲5、600點 就是股票也不會漲 而且大盤跌5、600點 這股票也不會跌 是 這個beta值就很小 就快要接近於0 滿好用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頁 那我舉例 這個大家到剛剛官網 或者一些券商的官網 都查得到 對 那中華店這個beta值0.18 這個數字是查得到的 0.18就表示大盤漲1% 中華店只會漲0.18 好像都不動對不對 那我存這個就沒意思了 可是你要想 如果大盤跌1%的時候 它只跌0.18 只跌0.18 它也不太會跌 對不對 那我們來算一下 假設今天大盤1萬8 今天超過1萬8對不對 是 那假設中華店的股價 下115塊 那1% 1萬8的1%就是 180點 180點 那180點就是大盤漲1% 那中華店只漲多少 0.18% 只有漲0.2元 只有漲0.2元 平均 那相反 假設大盤跌180點 中華店只有下跌0.2元 所以beta值小的股票 就是抗漲 但是也抗跌 也抗跌 對 這是它的優點 對 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這個台積電 就是beta值比較大 比較趕漲趕跌了 beta值超過1 就表示比大盤的波動還要大了 1.15 那表示大盤如果上漲或下跌1% 台積電平均 這平均值 最近一年的平均值 也會上漲或下跌1% 那一樣我們 假設大盤1萬8 那漲1%就漲180點 那台積電大概會漲7塊 那假設大盤今天跌180點 那台積電也會跌7塊 是 那中華電剛剛講的 可能只有跌2腳 就是它比較會漲會跌 那中華電比較不會漲不會跌 那我們投資組合可能 這些股票可能都要搭配一下 不然有些股票 碰到大盤這個跌了2 300點 它跌了4 5% 5 6% 你可能會受不了 所以存股的時候 在投資組合裡面 有一些要挑Beta值高的 有一些要挑Beta值低的 對 就看大家的心臟大小顆的程度的定 看年紀好不好 看年紀 年紀越大的人就挑Beta值 比較小一點的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測驗好了 這艾浦 6531艾浦 它Beta值2.12 這算很稀有 因為我們剛剛說 大概Beta值就介於0到2之間 這個超過2就表示 這個很厲害 這個大怒神 大家有沒有去遊樂遊玩過大怒神 遊玩過 海盜船之類的 海盜船大怒神 像我都做旋轉木 可能這種股票不適合我 是 那假設今天大盤還是1萬8好了 那艾浦股價500塊 那今天如果大盤漲1% 180點 數學算一下 那艾浦會上漲多少錢 那假設180點的時候 艾浦會下跌多少錢 隨堂測驗就對了 隨堂測驗就對了 隨堂測驗大家趕快按一下計算機 隨堂給大家一點時間嗎 靜默3秒鐘這樣 我們按一下暫停 我們直接看答案 好 來 那因為他是2.12 那我們就500塊乘上2.12% 就差不多10.5或11塊 是 假設大凡間長180的時候 他可能會長11塊 不錯對不對 對 那假設跌的時候 跌更多 跌11塊 對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就看自己的年紀 心臟大小顆忍受這個 大家去遊樂園 看你是說大陸實在是海盜船 還是宣傳木 透過這樣非常簡單 跟基礎的教學 大家就知道β值怎麼用了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去年3月也是滿可怕 這個剛剛講過了 好 我們再把大家 復習一下 β值大於1表示股票 比大盤的指數漲跌 就比更會漲也更會跌 那β值小於1就表示 波動程度比較小 比較不會漲 但是也比較不會跌 那β值等於1的 就是這個 就跟大盤差不多 就是0050 他跟大盤差不多一樣 差不多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個就是去年3月 大家經過去年3月319 不是槍擊案 319這個大崩盤 我們肺炎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大盤從農曆年前 現在我們快要過年了 2020農曆年前 收盤指數是1218點 那開盤了一段時間 就農曆年回來開盤 全球疫情之後 跌到8681 跌幅28% 將近三成 大家看一下中華電跌多少 才跌3%多 109 跌到105 就不會動 好抗跌 對 所以那時候 大家都很可怕的時候 你可能要賣股票 中華電好像不用賣 因為根本不會動 那其他權值股 我們大家看一下 統一大概16% 跌了16% 比大盤輕一點 金融股 趙鋒金也跌18% 比大盤輕 國菜金21% 中高22% 台泥25% 台積電到25% 對不對 大概跟大盤差不多 差不多 那紅二26% 那其他差不多 二三十% 大力光30% 那這些就告訴大家說 你不要以為 你買的股票會漲 你要考慮到大跌的時候 大跌 如果大跌兩三千點的時候 你受得了嗎 你就變成不是在存股了 對 所以我們搭配投資組合 那你整體的 可能股票市值 可能就是波動比較不大 對 因為你存股的人 基本上一定是做長期投資 你總不能全部挑波動很大的 對 有時候跌30%你受不了 可能受不了對不對 是 不然要零股息的 結果剛好砍在阿呆股底 剛好賣在最低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推薦大家一些 民生消費股票 貝亞值比較小的 幾乎都不太會動 就是不太會漲 但是很抗跌 就大盤大跌的時候 他也不太會跌 譬如說 大家這邊可以參考一下 全家便利商店 只有0.06 根本不太會動 那這個不用介紹 花仙子大家知道 清潔用品 104人力銀行也不太會動 對 那星光保全 104銀行聽說最近很熱 為什麼 聲音很好 因為長榮聽說發了40個月的年中獎金 大家都趕快去應徵長榮 對 是 長榮海運對不對 對 好 那星光保全 得賣 就是波動性也滿小的 對 你之前在節目中都有提過 那都適合純股的 對 就是波動比較好 他就慢慢慢慢慢慢上漲 那股息值率也都不錯 是 那大風電就是第四台 有些電視 永信是賣藥 對 中華店剛剛講過了 台塑科也是第四台 對 那肯定位最近還滿紅的 因為台積電要去高雄設廠 是 他飆到一個整治 整治那個土壤的案子 最近漲很多 不過他平均大概是0.21歲還好 還好 昆底也是環保的環保類股 波動也不大 股息值率也滿高的 那大氣電 也是這個氣電共生 就是賣電給台電的 值率也不錯 那這些貝塔值都是 新海瓦斯也是 買天然氣的 那貝塔值都是不會太高 那就是適合搭配在投資組合裡面 非常謝謝華文老師帶來這個貝塔值的教學 這對於純股族非常重要的一門課 那這邊可以去官網找 每個股票都有 好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 要跟我們的木華哥來討論一下 到底明年的主流在哪裡 因為畫面上可以發現 這個是今年第四季大漲股票 有人說第四季大漲股票 可能會是明年的主流 是這樣子嗎 進一段廣告回來 請教我木華哥 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段跟木華哥來討論一下 這個資金流向 因為木華哥有人說 第四季的主流股票 可能會變成明年的全年的主流股 會不會是這樣 我們幫大家統計 這排行榜大家看一下 是第四季漲幅一倍以上的股票 短短這個三個月可以漲一倍 不容易 那我們看包括什麼 劍達位數 這種跟元宇宙相關的 第四季漲幅有的2.5倍 有的2.4倍 非常厲害 然後包括這個低軌道衛星的聖達科 有沒有也漲了多少 漲了1.6倍等等 宏達電也很厲害 剛好看到宏達電 在這裡 第四季也漲了1.3倍 所以 貓哥你認不認同 這個第四季有資金流入的個股 會不會是明年的主流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股票 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一個所謂的概念特色 概念股 像大眾控也是炒元宇宙概念 ARHUD 宏達電也是 是 然後大部分電動車元宇宙概念股 P力也是 P力也漲了一倍 或是說走一些低軌道衛星的概念股 所以說第四季的行情 這個概念性質滿重的 我覺得明年第一季的行情 它會走一些轉機性質 因為明年第一季 大家會開始去討論去年全年的EPS 包括甚至殖利率這些事情 我覺得會走一些轉機 比如說航空股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航空是不是 對 因為航空股 你記不記得 像今年的這個第一季第二季 是不是走海運股 對 海運股為什麼會上來 因為大家對於海運的EPS 一直在猜 一直調高 一直調高 長榮可以賺多少錢 這個陽明可以賺多少錢 外海可以賺多少錢 就在大家半信半疑的情況之下 海運股就一路往上走 剛才講這個長榮今年發 40個月的年總獎金 而且是平均值 據說有些高階主管 在公司待了22年 可以拿82個月 有人幫他換算 大概超過千萬的年總獎金 三家貨櫃航運商 可以賺五千億 對 所以說基本上 大家就發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機會財 對 但是股 股東就不開心 最近股價就跌了 好 但是你又發現 航運走到一個程度之後 他的股價也見到一個瓶頸 對不對 那現在目前 大家覺得就是說 明年這個所謂 最近開始說海轉空 海運轉空運這樣的體裁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 航空的EPS現在都在猜 到底華航可以賺多少錢 陽明可以 長榮航可以賺多少錢 有點像去年在猜 航運股的味道 所以說我覺得第一屆 我們可以去注意這種 所謂的轉機體裁 航空概念 對 航空概念 至於說在整個資金流向的部分 也是我們在觀察的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其實一個類股要動 其實你會先看到資金進來 我們常常講大軍先行 糧草 大軍要動 糧草先動 對 大軍要動 糧草先行 就是說反正意思就是 大軍要開拔了 我們先這個 糧草就要先運過去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從這個各類股 佔大盤資金比重來看 譬如說各位有沒有發現 最近化學生技醫療類股 佔大盤資金比重 突然冒到5% 不容易 這個5%很不容易 為什麼5%是金融股的比重 金融竹心這麼大 那結果這一個類股 就佔到5% 可見有資金很明顯流 流進去這裡面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資金佔比裡面 最主要還是電子六成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航運 降到12% 航運12% 他就少了 為什麼因為航運 至少要到20%到25%到30% 如果他熱的話是30% 他就會有一個攻擊波 那10幾%的話 他就攻擊不動 所以說為什麼最近 航運就壓得不漲 最主要是資金沒有明顯進去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我藉由這個moneyDJ的一個圖 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舉個範例 這個是電子資金佔比的一個流向圖 你可以看到 這個11月27號的時候 這個十字游標 大概在11月27號附近 28號 10月28號 他這個電子佔大盤資金比重 曾經一度高達74% 74%之後 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一直都 這個就稍微降下去 但是他後來又拉上 到70%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會發現 一旦到這個70% 有點打暗號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K線圖 我們來看電子值 你可以看到 同一個時間點 對 10月28號 佔大盤70% 75%左右 對 他後面就一個波段行情 所以說 這就是大軍 大軍要動糧草先行的概念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很明顯 那最近 我們再回到上一頁 你看 這是一個蠻好用的方法 對 那最近是不是又回到75% 74% 你可以看最近電子 是不是又在動 我們要下一頁 是 我們看下一頁 最近電子又動 又動一波 所以說這個資金 這是個訊號 訊號 所以你剛剛前面講 化學生技相關的 對 突然打針 讓我們趕快看一下 對 趕快看一下 好 下一張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金融 金融最近也有開始資金流進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金融 我們再下一頁 金融是不是也在動 是 你看 持字游標的地方 又在動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化學生技 醫療 最近資金明顯流落 有沒有 是的 那哪一些熱門股 像聖醫 往上 這個是範例 對 這是台積電供應鏈 對 範例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再看下一個 就永光先前飆一波之後 最近有開始 好像要開始要動要動 那像